一个干瘦的老头 穿着邋遢的衣服 剧烈地咳嗦着 攀山地走前来 这人一面走着一面咳嗦着 咳嗦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全身都惊挛了起来 扶住树干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他虽然惊吞着空气 可是从他喘息 那像猎木一般的声音里 他所吸进去的气 根本就进不了他的肺液里 冷血即刻走上前扶住他 顿时觉得这个人双手冰凉 衣着单薄 心中一阵侧染 那人还是剧烈地咳嗽着 一口气既已喘不过来 随时都要咽气似的 但还是用一双眼睛 看了冷血一下 冷血感觉到那眼神的泄意 那人终于蹲下来呕吐 冷血知道那人吐的是血水 吐过之后 却是好了一些 那人仍蹲着 好一会儿急促地喘气声 渐渐平复着一些 冷血一直替他揉背 并把柔缓的功力 注入一些在他体内 意图恢复他的元气 那人忽然扶着枣树站了起来 回头笑着说 小哥 你真善心啊 冷血说了句 哦 应该的 老丈去哪里 我送你去 星月闪照 冷血发现 这老丈脸上 虽然布满岁月和沧桑的痕迹 但却不如他想象中 那样的苍老 那人的手颤抖着 他就用嘟嗦的手 在冷血的肩上拍了拍 你去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 该做的事 冷血却怕那人在路上 忽然断了气 坚持地说 老丈 你住得要是不远 我可以送你一程 那人抹了抹 唇上的血 眯起眼睛 端向了冷血一下 好人哪 端的是人种之笼 心地好 可惜 我没有女儿 冷血觉得脸上一热 他奋勇杀敌 气而不舍 只求把事情做好 除了诸葛先生之外 很少听到 这么直接的赞美 那人忽悠咳嗽起来 冷血忙扶着他 那人掏出手帕 像吐了一点什么东西 也件了冷血的袖子一些 那人慌忙 替着擦拭 哎呀 弄脏了你的衣服 冷血连忙自己擦 啊 没关系 这时忽悠一阵 集体奔进 冷血一只一只手指的松开 拦在老者身前 手已经按在了剑上 共有七匹马 马上是官差打扮的人 却各掳着老太婆女子或婴儿飞马而进 马上被掳的人哭声震天 冷血正了正 那七匹马在吆喝声中就要过去 冷血一长身拦在了露心 马上围手二人冷哼一声 扬边接去 冷血渐边扬手 两人都被拖跌下马 其中一名小女孩摔了下来 冷血一手抄住 但另一个婴儿却往另一边的石上跌去 冷血大吃一惊 劈进老者正好一个亮枪接住了婴孩 然后厚力不济 坐而倒地 老者柔声的哄着婴儿别哭 冷血向他笑了一笑 老者也安慰的笑了笑 这一来官兵们纷纷下马 拔刀吆喝 呆 什么人 竟敢走廊官兵办差 冷血一指那嚎啕大哭的婴孩 他们犯的是什么罪 为首的官差怒道 这关你屁事 冷血淡淡地说 你们要是办公事 就得说明原因 不然就别怪旁人 把你们当强盗办 那官差怒不可 我们侍奉李大人之命行事 你也敢管 冷血冷冷地说 什么李大人不李大人 我只知道人人都是人 那公差本带发作 但见刚才冷血露了一手 知道并不是一惹之被 指着那几个被掳的人说 他们都不纳税 我们把他家人抓去 等有钱交税的时候 再来领回去 老者和冷血对望了一眼 老者嘀咕着问 哪睡 那睡梁不是刚缴清了吗 公差一点倒是没把老者放在眼里 老不死的你躲个屁啊 上次交的睡银全给神威镖就能抢了 只好再补交 老者喃喃地说 睡银给人抢了 你们去追那抢的人呢 再迫害这些良民又有何用呢 公差再也忍耐不住 一脚就往老者踢去 冷血一手抽住他的脚 那公差杀猪般地嚎叫起来 冷血的手直如刚固一般 那公差左扭右撑 用力去剁 也全无用处 冷血只是在攻击到的眼前 才微微地一闪 对方连他衣妹也没碰到 但他依然抓住公差的脚不放 另外几名工人纷纷挥刀来斩 冷血并没有拔剑 战斗就很快地结束 哪上一个先攻到 哪一个就先跌地身影 等倒下四个人 另外两个人都吓傻 谁也不敢再逼近半步 那位被抓到腿的公差 早已经疼得脱了力 嘴里只会哀求 哎哟 好啊 饶命 饶命啊 冷血懂得松手 瞪住那几名心惊胆战的公差 以后你们欺压良民的时候 最好多想一想 你们求人饶命时的心情 那些公差马上忙不迭 是是是 冷血心里暗叹了一声 他们知道 这些人是不会把他的话记多久的 但是他也不能就此杀了他们 终于放了手 喊了声滚 那些公差连忙 撕回地上的兵器 也不敢再动那些老弱妇孺 一个公差苦着脸说 大侠 您这一方 我们 您教我们怎么回去交差呀 冷血知道有些严厉的官员 动则便为小事把属下处罪 我姓冷 原名冷灵器 你们回去照饼 有事请找我好了 这些公差孤陋寡闻 也不知冷灵器就是天下四大名补之中的冷血 心里牢记这个名字 只求回去交差 慌忙走个一空 那些被救的人都来拜谢 冷血心知 这只是解他们一时之危 冷血挥了挥手 你们还是互相辅助 回去抽签交响 不然 麻烦可没了 他觉得荒山寂寂 这些老弱贫寒 都似该送他们回去叫安全 但是又担心高风亮等人之安危 一时拿不定主意 老者忽然说 哦 这些人 我送他们回去好了 冷血想了想 这老者也是罹患重病在身 万一路上复发也不好照亮 真能照顾他人吗 正在说话 老者忽然一笑 冷少侠在找的那两男一女 被两个容貌相近的人押走 是不是啊 冷血一阵心中惊讶 一时无意形容 只怕你追错录像了 他们是往回走 大概会超过小滚水的右侧 现在追去 还不一定追到 冷血气道 老张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的鼻子零死狗 嗅出来的 说吧 抱起的婴儿 牵着一个小孩的手 向其他人说 走 这就启程咯 冷血望去 只见老者背影勾楼 咳声还不断地传来 带着老弱庶民往前行去 月亮把他们的影子 拖得长长的 星光依然闪亮 寂寞的星光 潘龙般的水光 熊熊的火焰 乡民冲进了茅屋 他们是听到女人的叫声 附近的人家过来偷看 发现格斗 以为来了强盗 于是纠合这一带的乡丁 持着火炬前来剿匪 他们呐喊着 挥舞着锄头农具 要冲进来抓强盗 只不过顷刻间 七八人被打倒在地 深言不已 盐友义一脚踩在 地上伤者的 几条肋骨踩断 走到门口 迎着火光亮身 趾高气昂地说 你们干什么 一个老旅长问了我去 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是城里的官差 来这里抓人 众街骚染 盐友义案里 扯了扯盐友义的衣袖 他们杀人强奸 在这种情形 亮出了工人身份 万一传出去会惹麻烦 盐友义点了点头 他也自知誓言 里长说 不可能啊 阿来和阿来嫂都是好人 绝不会做犯法的事 盐友义冷吼 好人 你们凭什么分辨 哪个是好人 哪个是坏人呢 这听一个农人大呼 我刚才看到 这两个贼子杀死了阿来哥 奸蛙来扫 另一个义愤填膺地说 屋里还有几个人 给他们抓着 还有阿来的孩子 全在屋里 他们还杀死了 好多好多的人 一个标性汉子怒斥 喂 快把人放出来 盐友义的眼珠变绿 你们再不走 是逼我把你们这些村夫余父 一个个杀光了 那些乡民一起呐喊 各个勇猛 拿着农具猛攻 可惜大多不懂武功 三下两下 就被严氏兄弟打倒 还杀了三人 乡民只有往后退去 严有意掠出去 又杀了两人 其中那胖子和标性大汉 趁乱偷掩入屋里 大汉抱走了小弟弟 胖子想解开 丁商仪等人身上的束缚 但是他既不会解学之法 也不懂得如何解除 那葫芦的无形禁制 一时为之急上 丁商仪却示意他凑过耳 迅速向他讲了几句话 这胖子他点了点头 严有心掠了过来 一脚把胖子踢翻 正在下毒手 丁商仪叫了一句 严大哥 严有心一证 什么事 他们又不会武功 不碍着你们 少杀些人吧 严有心愁愁一下 胖子趁机翻双出去 其余的乡民伤的伤 死的死 逃跑的逃跑 只剩下一地的 农具和火把 严有意过去一把把 把这火头采吸 真是一杆自寻 死路的蠢人 严有心 杀了那么多人 还是离开这吧 严有意瞪眼 离开 老子睡没睡够 乐没乐够 他们那怎样 以我们的身份 还怕他们报关吗 严有心说道 怕是不怕 但是还是少惹麻烦的好 严有意想的片刻 还有两个更次就天亮了 总要等到太阳升起来才走 不然这儿小滚水到处冒着泥泡 一脚踹下去总不好收拾 严有心无可无不可的说 好 那也好 严有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 哎 人质呢 有没有跑掉啊 严有心笑着 人质倒是没事 小孩都留了一颗 哦 男的女的 是小弟弟 还好 那女的还留着我想用 严有心也不仅皱起了眉 老二 那女孩还小 我看呐 哈哈哈哈 怎么老大怜香西域起来了 你放心 那个丁商医拦牡丹 我不碰就是了 严有心听他提起了丁商医 脸色变了一遍 严有意 镜字进去 一面笑得鬼鬼的 我劝你呀 人不风流亡少年 咱们年纪也不算小了 得行了 且行了 不然人交给了李大人 发落到大牢里 可就没你的甜头了 严有心心里想的事情 忽然给严有意说了出来 脸上一阵的轰热 一时也不知该答些什么话 是好 严有意鬼笑的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说 大哥 有些事啊 做了神不知鬼不觉 乐一乐嘛 对谁也都没少了一块肉 何况他又不是什么 只见严有心沉下了脸 伸了伸舌头 镜字走入了毛房里 那小女孩一夜间 尽丧双亲 眼见这两个残忍无道的魔头横行 真可谓历尽惊心 泪流满面 严有意觉得这个小女孩 夹润鼻挺 样子长得甜 色心记起 恶意大盛 哎 先把桌上的饭菜弄热 吃完再跟你乐 那小女孩只顾着哭 丁商一等都为他着急 严有意本带发作 但是眼珠一转 想了一下 笑黑黑的说 算了小姑娘 你弄一顿好菜 好看的 我们就放你走好不好啊 小女孩抬起了头 晶莹的荔猪 映着清甜的脸蛋 不像村家人有黑结实 反而清秀可喜 只是她一双眼睛 早已哭得红肿 谁看着都不忍心 言有意黑黑的说 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女孩用牙齿舀着下唇 忍怒小声说 争鱼 言有意乐 争鱼 小女孩点点头 又低垂着头 前面头发垂下来 几丝几缕地遮掩着额头 只露出乖小的下巴 言有意蹲下来看着她 你 名字叫 争鱼 言有意心里想 这个名字真怪啊 后来一想 这乡下人呢 老爱什么 这个阿猫阿狗啊 阿猪阿牛的叫 叫争鱼 也不引以为奇啊 小女孩小声地 嗡了一声 言有意用手 碰了碰她的下巴 好 蒸鱼就蒸鱼 你赶快去蒸一条 好吃的鱼 吃完我们就走 蒸鱼像是有了一线希望 用小袖抹了一下泪痕 往厨房走去 言有意望着她那 千小的背影 脸上不怀好意地 浮现个无声的笑容 丁商一等 都为这小女孩着急 因为他们都知道 言有意这个魔鬼的话 全是骗她的 言有意斜看着 蒸鱼的背影斜斜地笑着 忽然皱了皱眉 深吟了一声 言有意问什么事 言有意有痛楚之色 我去房里服一服药 打坐运气挑戏一下 这里你先看着好吧 言有信点了点头 言有意捂着小腿 急不入房 屋里的油灯忽然暗了下来 油已经快烧尽了 言有信正想去挑拨灯芯 却不知油放在何处 呼听丁商一 丁商一悠悠地叫了一声 你来 言有信转过身 就看到了丁商一 灯光欲暗 丁商一的肤色更白 但双颊更红 她雪白的肌肤 乃自耳 颜直落脖子 由头颈到衣襟的微微敞开的胸肌 都是那样的惊心动魄的白 白的是言有信只看过一眼 就恨不得扒开她的衣襟看下去 言有信长吸一口气 指了指自己的鼻尖 丁商一慵懒地点了点头 言有信不点灯了 走过去 丁商一悠厌地白了她一眼 放了我 言有信想了想 伸出两只手指 似要解丁商一的穴道 突然运指如风 先后点了高风量 唐啃几个药穴 不使他们使不出声音 而且整个人都失去了知觉 丁商一娇吃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要我放了你吗 你不是要我放了他们吗 丁商一的脸色转了转 才露齿一笑 当然不是放了他们 她的人好似粉雕玉琢的 雕磨出来的一样 英唇红似火 言有信靠近 闻到了一股忧香 心中烹然 好一会儿才说 我想想 又不敢放你了 丁商一目光流转 为什么 我想万一我放了你 你就会对付我 不然也一定会逃跑 对不对 丁商一心中骂了一句 老狐狸 但是却柔声说 傻瓜 我怎么会走呢 严有信 严有信沉默了一会儿 灯光点点的暗了下去 在幽暗里 丁商一的魅力更难抗拒 梁酒 严有信 声音出奇地低沉 丁姑娘 其实你以前也见过我 只是 你不知道罢了 我该赚了一样 寻找人 这次呢 继续 我来自备的 我来自夺的 就能回到你了 丁商一终 来自备的